我們有介紹一下優雲先生同學 其實她的學習小提琴只短短幾個月 只不過導師又覺得她有不錯的音樂感 學習進度也挺理想的 我想她是一個天才 好 我們有請優雲先生 跟從頭的音樂感 五周的音樂感 餐廳在音樂池 十分音樂著唱 既然亮著唱 一番歌手 但我非常久不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